大家好,我們是來自城市讓人反應爐團隊 然後我叫林又軒 我叫玉成,可以叫漢毛就可以了 好,我們今天要講就是分享關於流浪的事情 那,因為剛剛也聽了一些人的故事 我想問有沒有人想要講他覺得流浪是什麼 任何都可以 就是,比如說講要流浪你會想到什麼 自由 自由 不能洗澡 不能洗澡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兩個對這個的定義 好,我認為流浪就是帶平凡的一集 生活中,然後尋找更多美麗的人相同 對,然後我想簡單一下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本身是第一屆城市讓人挑戰賽的參賽者 然後,好,也是第一名 因為 好,然後就是其中有個任務就是要當六大洲人搭訕 對啊,然後因為我本身是 之前有在酒吧打工嘛 所以我就直接說那我要去很多外國人的酒吧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亂入 對啊,然後我就因為 剛好第一個就遇到一個八國人 然後他覺得我很熱血 他就幫我罰,所以我們六大洲人都早期了 然後 就是大家花很多時間 我大概20分鐘就做完了大家做完的事情 對啊,然後而且他就告一個 紐西蘭的那個交換學生 他覺得我耳骨 然後他就請我喝了啤酒 對,好 就讓我看 好 然後,自己對流浪第一次 我覺得流浪是尋找自己 然後接受自己 離開架,離開架 不要在這個旁邊 應該去補一下 不然我就繼續 不然我就繼續 流浪就是要享受地震 然後 我會這樣覺得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能常覺得身處在一個 自己不是那麼喜歡的環境 或是你覺得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可是 當你如果去改變 然後去到另一個你想去的地方 或是 或是 你其實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更發現原來自己是 屬於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 就是你會開始覺得自己 其實 嗯 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對 好 好 然後雖然我們在反應物團隊 大家都有對流浪定義 可是 其實我們共同相信的是 應叛逆而不同 應逃離而出走 應尋找而流浪 應分享而完整 就是成這樣 他其實是在辦 嗯 關於流浪的挑戰賽 就是因為 我們覺得大學生 可能會面臨 嗯 關於自己的興趣啊 跟科系符不符合 或是 一些迷惘 或很多迷惘 可是 他們沒有一個契機去改變 然後 我們有挑戰賽 然後讓大家 透過完成一些任務 然後 可能會發現一些新的契機 然後撞擊自己 就有別的想法 或許他可以找到 嗯 他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這樣 好 那流浪是為了什麼 這是林環明 然後林環明說 年輕人流浪是一生的養分 就是他之前也有辦一個 關於流浪者計畫 是因為他覺得 嗯 年輕人在流浪之後 他可以豐富他自己的生活 再回到國家 他可以豐富這個國家 嗯 所以我們也很相信 就是流浪是可以豐富自己 也豐富 這個周遭社會的 一個方式 嗯 然後就是 這是關於我們的任務 所希望達成的 就是 他會有一些 嗯 挑戰 挑戰自己去突破 或是關於夢想實現 還有回歸社會 還有 與人建立連結 就是我們常覺得 嗯 可能平常很時常 待在自己的舒適圈以內 就是過你們日常的生活 然後沒有太多的改變 然後或是不會去思考太多事情 那可是一旦跨出失事圈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奇蹟 然後 可以藉此 嗯 更發現你想要過得 對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部分的任務 比如說 嗯 和朋友一起去捐血 然後那時候參加的隊伍 就會去捐血 這樣 還有收集很多朋友的流浪定義 還有freehug 就是在路上抱陌生人 還有世界公民 就是剛剛他們有講的 找六大洲的人 然後跟他們聊天 然後跟他們合照 這樣 然後還有陪伴街頭工作者 對 對 好 好 我想問大家 你們有 想要開始流浪了嗎 呃 好 沒關係 有 好 那我想問大家一下 就是我們 如果想要達成一個目標 你們覺得需要哪些 元素 嗯 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嗎 就是可能 你要 達成 決心 全心 然後 決心 然後 還有呢 呃 關手機 那你在幹嘛 哦 勇氣 嗯 勇氣 決心 還有關手機 嗯 好 那大家還有想法嗎 好像也許有人說 很像 需要很多人脈啊 或是說 覺得要高富帥 又做什麼事 都很順利 之類的 大家會不會也有這種想法 改變目標 改變目標 沒有這個 這個有 也可以 可是又有點外掛 好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第一個天賦 嗯 應該大家覺得 不反對吧 就是 雖然 嗯 大家有些事 可能 雖然說努力 還是可以做到 可是天賦可以 讓我們 更快的完成我們的目標 然後 大家 方法 大概就很重要 因為 有人說 事半功倍 是嗎 還是 事半功倍 對 好 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 剛剛講到 可能高富帥 人脈 然後都會 可能有時候還要需要一點運氣 或是機會 不然大家覺得 英雄造死士 還是死士造人 熊的卡還是一個問題 嗯 然後最後 還有強烈的決心 也是企圖的部分 然後最後可能 對 長得好像 痠一點就 比較吃香嘛 嗯 然後呢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有些事 我們是 其實有企圖跟方法 我相信是 達成目標最重要的兩個元素 就大家同意嗎 嗯 好 那 假如目標等於 企圖加方法的話 大家覺得 如果有十分 企圖跟方法 會各別佔幾分 嗯 然後呢 還有 他有特別的想法嗎 嗯 大家都可能覺得 企圖比方法還要重要 所以 現在是 八比一九比 還是十 九十分跟零分之類的 大家覺得 嗯 八比二 八比二 OK 好 可能大家 好像都比較平常企圖 這些就 超過超過 好 好 好 然後再來 我想要 我們想要 帶一個活動 給大家 因為感覺 我太緊繃了 那我現在 應該要介紹一下 我們那邊有兩根旗子 有時候 下午蹲在路邊 再聚那個竹竿 就很丟臉 不過沒關係 嗯 對啊 然後我們想要 設定 一個點 一個叫 A當作你們的起點 然後 B當作你們 達到那個目標的終點 你覺得 A到B之間 大家可能 會有哪些走法 第一種可能就是 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也許 有時候 要走下 旁門走道 嗯 不然 可能有時候 真的 一波三折命運乖船 可能就會要這樣子 嗯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想要給大家 個活動 就 我來說明一下好了 就是 等一下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長一睡 等一下就可以 起身動動我們的屁股 然後一開始呢 我希望大家都會站在A點 然後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走到B點 然後不管用什麼方式都可以 好 就像第一個 然後 我就這樣 也許我就走過去 好 最小的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 這就是 一種方式 然後 那你也可以 用 跳的 我跳不太好看 而且我有點重 好 所以這就是 另外一種A到B的方式 然後 如果大家只單純從A到B的話 就不好 好 所以我們一塊加一個規定 就是 大家一樣從A點走到B點 可是 你不能用過 前面的人用過的方式 所以你們 大家還需要我再示範嗎 不要 不要 好 所以也就是 走的或跳的 你們可能都等一下沒辦法用 那麼 就麻煩 給這輪那個 對 那就麻煩大家 就開始 起身吧 一點就在那邊嗎 嗯 跳過去 就是就到門 然後 就麻煩大家 可以開始來A點排隊 大家盡量排在前面 因為後面的話 可以用的方法要越來越少了 好 不好意思 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回來一下 走完了 大家有待在哦 不是 好啊 你們兩個就選 偷偷摸 就是 就是為了想要製造一些戲劇效果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他走過方法OK的話 就給大家歡呼 不然你們要拍手或是尖叫都可以 那假如我們認為他的方法不行 也就是前面有人通過 你們就大聲的噓他 我怎麼聽起來到底啊 那你再說出來 好喔好喔 你們前面兩位還想要歡呼的話 就可以再走一次 好 那麼就大家開始吧 我沒有 歡呼歡呼我叫聲不好聽 Woo Woo 好 下一位 Woo 我沒有叫聲太難聽了 不能叫 謝謝吧 你 好 Woo Woo 好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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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就是我還是跟他講一下目標是企圖 我先破梗了 其實事實上大家都說沒錯企圖心比方法還要重要 因為為什麼只要你有企圖心就一定會找到方法 就像大家剛剛都有從A點走到B點的企圖心 然後也許方法越來越少 的話還是每個人都已經過關了 所以如果我說現在叫大家再走一次前面那一輪的動作我不能用過 大家還有辦法嗎 有 好 好 有人有好 那就 很好 還是沒有要再試一下 不過應該也沒時間了 那就 再走 好 大家就有這次的體驗好玩嗎 好 好 對 如果 如果大家覺得這種突破或 那我一直這樣方法覺得很爽的話 有這種 歡呼的成就感 那就 歡迎大家 跟我們一起參加第二屆的城市讓人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我參加第一屆之後 後來 我找到了 人當初的熱誠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一個迷惘的小大姨 就感覺自己很沒用 然後每天都在混吃等次 然後我又 我 好 我都還五分鐘吧 對 然後呢 我被打斷了 好 總之 好 就是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很沒有賣 然後而且我 不是我成就不好 就是 都是 低空飛過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大學生活就這樣 完蛋了 所以很高興我 參加第一屆城市讓人 不然我也不可能站在這邊 因為我本身其實 我是有舞台恐懼症的 所以這是一個超大的突破 對 就像因為 我之所以加入城市讓人 因為我 我也相信我們 因為叛逆的不同 櫻桃裡的出走 甚至因為流浪才有無限可能的美麗相逢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第二屆又比第一屆更盛大 也是為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有高達130隊的隊伍 也就是總共有 將近400位的參賽選手 可以和你一起流浪 也就是我們上一屆 Double再多一點 然後再來 我們把這次挑戰賽 擴集到桃珠苗 台中還有宜蘭的夥伴 都可以參加 所以不需要像以前 你要找到台北人才有辦法 一起流浪 對 然後我們這次的舞會更多 而且都是我們精挑細選 而且時間也會變長 嗯 好 這正好是 每個人都有讀得萬元獎金的機會 雖然講出來就有點俗氣了 對 我還是鼓勵大家可以一起 我現在你們 欸 我們不見了 好 現在我已經給你們目標了 所以你們可以展現企圖型 這樣 嗯 好 好 好 那我們要如何參加呢 第一點就是 明天就是我們的報名期限 就是 會款 這些都會在我們的粉絲專頁 還有持續關注我們粉專頁 因為我就是小編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 對 因為我做超辛苦的 嗯 然後最後就是17號 我們會有開幕式 這段是我們的參賽期間 就是高達一個月 就是讓大家可以真的享受流浪 而不是為了去完成某件事情 變得那麼累 然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延續你們的流浪精神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挑戰賽只是給你們一個平台 然後 讓 就是點燃你們 對流浪的渴望 因為這 然後 因為突破數字前 不能只是說 就是 火動結束了 然後就沒了 嗯 所以希望 這就是 我們最足夠於大家的 希望你們可以一直延續你們的流浪精神 展現你們的企圖心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還要埋個伏地 其實實際上我們一秒結束 因為我們 還在等你們明天 要來報名喔 讓你們的故事繼續延續 我們來看 我去它 你會不會走 為了 你會不會走 我會走 你會不會走 走 走 走